我睁开眼,看见妻子的尸体赤裸躺在面前,嘴巴绝望地张着,黑洞洞的,牙齿几乎被拔光,胸部满是抓咬和烟头烫伤的痕迹,全身伤痕累累,肿胀变形,她是个爱美的人,没想到会以这副样子离开人间,法医哽咽着向警察说出厌尸结论,死者于小燕,怀孕六个月,在遇害当晚遭遇多人性侵,烧伤,殴打,施虐持续了八个小时,死者皮下大范围的肌肉脂肪都被打成周壮,但头部并未 受致命伤,也就是说,她是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被活活打死的,对于这种死法,法医们私下有个称谓,不用刀的凌迟,警察听后当即呆住了,因为凶手只不过是四个未成年的孩子,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,可我知道法医说的没错,因为从始至终,我都被那帮畜生绑在椅子上,目睹了小燕遇害的整个过程,那天我加班很晚才回家,一进门就看到小燕正被四个畜生按着扒衣服,我刚要呼救,就被他们按倒后绑在椅子上,嘴里还塞了抹布, 小燕的脸已被他们扇肿了,跪着求饶,她说自己是孕妇,马上就要做妈妈了,求他们放过自己,红毛却更兴奋了,听说孕妇更爽,我在椅子上拼命挣扎,咒骂,求饶,红毛两眼冒光对我说,你就好好看着,叫两声给大火助助兴,接下来我像是被丢进了绞肉机里,被撕成了碎片,看着眼前的另一具男尸,我才反应过来,原来我也死了,我的尸体猙獰而扭曲,被绳子勒出的伤口露着森森白骨,法医总算给我解下了绳子, 可尸体依然保持着挣扎的姿势,我死于捆绑窒息,以及愤怒后引发的心脑血管破裂,小燕的亡魂冲了进来,一次次扑在我身上又穿了过去,徒劳地想要抱着我,看到我后,才明白我们都死了,抱着我嚎啕大哭,我一遍遍安慰,对不起没能保护好你,但你放心,凶手被抓了,我相信法律一定还我们公道,警局里正在审问主犯,红毛,红毛一脸不屑,看着警察一脸愤怒的样子,甚至忍不住笑出了声,你们严肃干嘛,我们离开的时候, 他们可没断气,我这不算杀人,谁知道他们这么不经瞒啊,警察一拍桌子,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,红毛不仅没怕,还冲警察瞪眼,吓唬谁呢,有种现在就枪毙我,警察气得站起来又坐下,拍拍桌上的口供,你以为不枪毙就没别的处罚了吗,红毛一挑,眉毛笑了,我过了今天中午才十四岁,未成年,懂吗,你们不能给我判刑,不就是赔点钱吗,嘿嘿巧了,我家就不缺钱,警察气得说不出话,红毛打着哈欠一脸享受, 好了,警察叔叔,赶紧放我走吧,我妈还等着给我过生日呢,话没说完,红毛突然打了个寒劲,难以置信地看着对面,因为和我小燕站在她面前,看过刚才的审讯,我已不指望法律能惩罚她了,我要自己动手,红毛吓得拼命拍桌子要跑,警察还以为她在发脾气,冷笑看着,现在着急了,晚了,我嚎叫着去掐红毛,两手扑空从她身上穿了过去,原来亡魂没法直接杀人,红毛发现是虚惊一场, 歪着嘴笑了,草他妈的吓死我了,小燕突然飞起来,在屋内盘旋,她没朝红毛冲过去,而是带起一阵阴风,把警察面前的口供本子吹了出去,纸张散开,像刀片般在红毛油腻的脸上切出一道道伤痕,啊,杀人了,红毛捂着脸,狗一样嚎叫,警察连忙上前查看,阴风立刻就散了,红毛嗷嗷喊着,说我要是死在这了,你们可要负责,两个警察只好压着她离开,我和小燕追出去,打算一股作气弄死她,一个男人突然� 在我面前,本以为直接就能从她身上穿过去,没想到她突然丢出铁锁,套住了我和小燕的脖子,两位阳寿已尽,请跟我走吧,我和小燕被铁锁扯着没法动,眼睁睁看着红毛在警察护送下离开,小燕抓着面前男人的领子吼道,你干什么,放开我们,男人冲我们一鞠躬,我是本地阴差,前来接两位去城隍庙报道,我说报完仇,就跟你走,但阴差依然拦着我,人死账销,阳间自有法律来惩罚你们的仇人,放下仇恨投胎去吧, 不行,我嘶哑地吼着,你看不出来吗,阳间的法律就是在保护未成年人渣,我要自己讨回公道,阴差依然不撒手,阳间法律我管不着,你现在死了,就得遵守地府的阴律,未投胎的亡魂复仇,可是要魂飞魄散的,而且那个红毛有九十年阳寿,你弄不死他,阴差扯着我和小燕离开,走出警局大门时,我看到一帮闹事的家长正在跟警察吵,带头的胖女人一脸横肉,冲警察喊,小孩犯点错你们教育一下就完了,咋还关起来了,赶紧 放人,警察气得指着胖女人喊,你儿子可是闹出人命了,胖女人立刻指着警察喊,哎,你这警察呢,怎么说话呢,法院判了吗,就说俺孩子有人命,身后几个人也都跟着闹,小心,我们投诉你,我突然觉得那个胖女人面熟,她那凶悍的表情,就和红毛一模一样,她是红毛的妈,红毛妈还要闹,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律师跑过,劝他们离开,看警察走远了,律师面带洗色说,刚调查过了,死的两口子,没爹没妈,是绝户,家长们一听,兴奋的, 叫了起来,红毛妈双手捧着脖子上戴的翡翠佛像,一个劲祈祷,孩子们福大命大,这下可没人找咱麻烦了,律师说,对于这种案子,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绝户,这操作空间可就大了,弄好了你们也就是出个丧葬费,红毛妈一听,恶狠狠在地上吐口谈,真他妈晦气,还要给他们两个死鬼当孝子贤孙买墓地,旁边家长也说,烧的时候给火葬场塞个红包,半生不熟的时候拉出来,再挑个恶风水的坟给埋了,律师连忙打断他们,这就不错了, 现在担心的是有人在网上爆料这件事,那可就影响孩子前途了,胖女人气得跺脚,浑身的肉都在颤,这他妈的不是侵犯隐私吗,谁敢乱说我们告诉他,律师说,你告不过来,所以要先下手围墙,就说那个死女人是战节小姐,勾引未成年嫖娼的时候闹出了纠纷,胖女人顿时两眼冒光,然后他老公闯进来要先人跳,被孩子们来了个正当防卫,家长们也都觉得这个妙,咱就让这两口子脱裤子跳楼,死了都要丢人现眼,哈哈哈,看着他, 他们肆无忌惮的样子,一股怒火冲上头顶,我猛地冲过去,附在律师身上,胖女人正拍着我的肩膀夸呢,好律师啊,孩子们的清白可就靠你了,我大笑一声,张嘴咬住胖女人的脖子,她当场吓傻,狗一样嗷嗷叫着,阴差连忙用铁锁扯住我,亡魂复仇可是要魂飞魄散的,你下辈子的前途不要了,谁他妈在乎下辈子,我死命挣扎还想去咬,连你女儿都不在乎吗,阴差大喊,我立刻愣住了,阴差从 火球,一下扑进小燕怀里,火焰散去,是一个浑身通红的小孩,鼻孔麦翻,两眼冒火,张着一嘴碎牙,吱吱怪叫,阴差看小燕呆呆不说话,连忙解释说,因为这孩子是夭折,所以严格讲来算是英灵,这在英灵里已经算好看的了,你看这红通通的大眼睛多火辣,小燕一把抱着乐乐哭了出来,那当然,我们家乐乐当然是最好看的,刚怀孕时,我和小燕就给孩子起好了名字,无论男女,都叫乐乐,不指望长大后出人头地, 只要健康快乐就好,那天小燕流产后,是红毛伸手扯出了乐乐,看她浑身是血哇哇哭个没完,红毛一脸厌恶,甩手把乐乐丢进了垃圾桶,很快没了声响,她的一生真的好短,都没来得及被爸爸妈妈抱一抱,可没想到,我们还有重逢的机会,阴差说,你家闺女凶得很,好不容易才抓到,真跑丢了,那可就要变孤魂野鬼了,小燕紧紧抱着乐乐,连连谢过阴差,然后催我去冲奶粉,阴差说,不用,阴灵以父母元气为食,如果有父母疼爱 会长得很快,力气也会消除,到时候就好看了,说话间,乐乐已经奶生奶气喊爸爸妈妈了,模样也好看了很多,小燕兴奋得不得了,到处找手机要拍下来发朋友圈,突然想起已经死了,就算了,可还是很知足,虽然我们都死了,可一家人在一起就好,她总是这样的,遇到什么事都能往好的方向去想,阴差安慰我说,只要放下生前的仇恨,她一定脱关系让我们一家人下辈子还在一起,做鬼和做人一样,都要向前看,小燕一脸幸福, 抱着乐乐,早已没了之前的怨恨,一起投胎吧,老公,不为我们,也为乐乐啊,下辈子我们注意一点不就好了,我心里一阵阵疼,真不想,就这样放过那四个未成年砸碎,可孩子是软肋,只要小燕和乐乐开心,报不报仇,又算什么呢,就同意了,可没想到,我终究还是太天真了,天黑后,我们已经远远看到居庸关,距离城皇庙越来越近了,短短半天时间,乐乐已经是六七岁的样子,正开心地骑在我脖子上,小燕跟着拍手唱歌, 我心里一阵阵发暖,如果我们一家人还活着,想必也是这幅景象吧,突然我感觉脖子一清,紧接着传来乐乐惨叫的声音,她浑身冒着黑烟,正一点点消散,我想抱她,可一伸手发现自己也在冒烟,浑身就像火烧一样疼,不仅是我,小燕的身体也在冒烟消散,她眼中满是不舍地看着我和乐乐,声嘶力竭喊着,不要啊,我神志恍惚,心里一阵绝望, 为什么会这样,刚刚团聚的一家人,怎么突然就要烟消云散,阴差一看,连忙拿出黄服朝我们丢过来,我有清香下黄泉,但愿亡魂无灾渊,黄服扑得灼了,冒出浓烈的红烟在空中转了几圈,把我们一家人又聚拢起来,恢复后,小燕惊慌地抱着我和乐乐,生怕一家人再散了,怎么会这样,我问,阴差警惕看着周围,他妈的,有人敢在城隍庙前施邪术 阴差说,人死为鬼,鬼死为你,你死为西,西死为夷,夷死为威,威死无形,刚才我们一家人化为黑烟,就是成了你,很快会变成夕,夷,最终什么都没了,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魂飞魄散,永世不得超生,这是最恶毒的诅咒,阴差环顾四周,很快发现了施法之人 前方十字路口蹲着一个老太太,面色发青,一脸怨毒,正拿着一个红鞋底,拍打着石头上的三个指人,咬牙切齿喊着,魂飞魄散,冤丑了断,魂飞魄散,冤丑了断,魂飞魄散,冤丑了断,一条铁锁飞来,缠住老太太的脖子,瞎了你的狗眼,我居的魂,你也赶灭,老太太看清了眼前的英差,吓得跪在地上磕头,水也水也误会啊,我不知道这家人归你接引啊,英差问,谁叫你来的,老太太战战兢兢 听说,是,是刘霞,就是那个苗小时的妈妈,我心里咯噔一声,杀死我们一家人,的红毛,就叫苗小时,老太太不停磕头,刘姐今天在法院撞邪了,所以要我施法灭了那家人的亡魂,要不然欠着命债,她心里不踏实啊,我猪狗不如,我该死,饶过我吧,英差右手摆出手印,盖在老太太头上,为了两个臭钱,就敢触犯英律,你这辈子修来的五十年阳寿,我今天扣了,老太太一副被宣判死刑的样子,决绝看着英差,为了区� 三个亡魂,你要逼死我,老太太站了起来,恶狠狠,看着英差,都是在阴阳两界混的,做事不要太绝,我看你能护他们到什么时候,英差冷冷看着她,像是看个死人,三年之后,我亲自送你下阿比地狱,滚,老太太癫狂地笑着,哼,地狱是你家开的,咱俩谁先死,还不一定呢,你等着,我草泥马的,我冲过去,恨不得撕了这个老逼灯,老太一看转身就跑,瞬间不见了,怒火几乎冲破了我的头顶,杀了我们一家人都不用偿命,还要欺负我们 死人说不了话,在网上污蔑我们,现在就是做了鬼,也不肯放过我们,小燕连忙安慰我,成皇庙就在眼前,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,什么仇都能咽下,英差这次却不像之前那样劝我,她面色铁青,看着吓人,犹豫过后对我说,你们一家人,恐怕是被他们盯上了,小燕问,我们投胎还不行吗?英差摇头苦笑,你还没明白吗?他们要的是你们一家人魂飞魄散,永世不得超生,只有这样,他们欠你的命战才一了白了,才放心,小燕还是不明白, 我们都去城隍庙登记了,她还能害我们吗?英差点点头,登记后你们一家人要下地府,经过黄泉路,奈何桥,望乡台,任何地方他们都能动手,任何组织和律法都有漏洞可钻,就看你会不会了地府也这么黑吗? 我有些不相信,英差冷笑着说,你都这么惨了,怎么还对世界抱有幻想?小燕浑身发抖,头发几乎直竖起来,就不给我们一点活路了吗?英差一脸为难,其实一直以来,亡魂都有两个选择,放下仇恨,投胎重入六道,或者化身厉鬼,和仇人一起下地狱,我总觉得慈悲可以战胜仇恨,可这回恐怕不行了,英差加出一张黑色卡片,这张七日厉鬼体验卡,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, 我简直要被气笑,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,我伸手去接,没想到小燕抢先把厉鬼卡抓在手上,我去报仇,你带乐乐去投胎?不行,我马上去夺,你太善良了,做厉鬼也厉害不到哪去,这种事还是我来,你带乐乐去投胎?我和小燕纠缠在一起,总算把厉鬼卡抢到手,突然又被一只小手给抢走,乐乐紧紧攥着厉鬼卡看着我们,我要这张卡,爸爸妈妈你们走吧,不行,还给妈妈,小燕大喊,乐乐一脸倔强,红着眼眶直摇头, 下辈子你们再生宝宝,可要保护好她,看乐乐要跑,小燕扑上去抓住她,你这孩子是不是欠打,赶紧还给妈妈,乐乐力气很大,两人几乎在地上翻滚着扭打,我拦都拦不住,阴差看着实在受不了了,连忙叫停,你们能不能听我讲完啊,这是家庭卡,两大代已小,所以你们必须郑重考虑,要不要,想不到我们的第一次家庭会议,就是一致决定做厉鬼,出发前,阴差给我们来了个厉鬼速成培训,你们现在虽然成了厉鬼,但毕竟也是鬼,并不能指出, 直接杀人,所以攻击方式依然遵循鬼三计,你,遮,下,虽然简单,可威力很大,只要做好组合排列,就有想不到的效果,唯一的限制,就是自己的想象力,我们先来到好律师家,她正在打电话和水军沟通发帖细节, 啊,对对对,就找几个人说,嫖过那个女的,再换脸合成一些视频截图,啥的往外发,越桑越好,网友喜欢看,手机那边突然断了信号,发出阵阵诡异的笑声,好律师感觉不对,扭头一看,手机已变成一只大老鼠,吱吱叫着,一口咬在耳朵上,好律师惨叫着,把老鼠摔在地上,发现老鼠又变回手机,瓶碎了,一阵阴风过后,我们一家人站在她面前,好律师先是揉揉眼睛,然后左右开弓,抽了自己两耳光,确定不是梦,连忙 大喊着往外跑,可刚一抓门把手,吓得又是大叫,因为她抓住的是条蛇,甩掉手一条,地上又爬出来更多,满屋的蛇吐着心子一点点把她围起来,好律师吓得不敢动,两腿一软跪在我们面前,冤有头,债有主,我只是个律师而已,啊,我上有老,下有小,也要恰犯啊,小燕发出奸吼,那你为什么要在网上污蔑我们,为什么要替杀人犯辩护,好律师一脸诚恳地说,首先,法院没有判决前,你不该称呼他们是杀人犯,应该叫嫌疑人,其次, 我的当事人主官上真没有想杀你们啊,最多算过是杀人,他只是想强奸你真没打算要你的命,你老公当时不反抗的话,也不会窒息而死,至于这位流产的宝宝,法律上来讲,根本不算人啊,哪里杀人了,看着好律师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,我都傻了,你是怎么心安理得不说人话的,好律师依然一脸严肃,我只是在陈述法律事实,小燕掀起一阵阴风吹在好律师脸上,去你妈的,我今天是来给你讲法律的吗,我是来讨回公道的,好律师被吹得仰面摔 摇倒在地,捂着脸哈哈笑了,抓着身边的蛇看着,我说怎么感觉不对劲,这大冬天哪来的蛇,我心里顿时一惊,看来鬼迷对他不管用,好律师对这些蛇的幻觉视而不见,笑话,老子干律师的,还会怕什么因果报应,怨鬼索命,你们口口声声说公道,可现在擅自闯进我家,恐吓我,威胁我,还要撕射公堂,编织罪名,杀了我,你当自己什么东西,阎王爷玉皇大帝吗,然后冲我们嘶吼,你们一家子变态,疯子想杀人就来杀,但是请你们不要 侮辱公道这两个字,因为你们这些法盲不配,我和小燕生前都很少跟别人吵架,听好律师这么一顿吼,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,阴差在旁边一阵叹气,像是看着自己球队一直在输球的倒霉教练,捂着眼睛没脸看,哎哟,反正我只能帮你们到这一步了,好律师看着我们说不出话,更得意了,敞开衬衣,露出胸口,朝我们走来,来呀,我只不过是做了每一个律师都该做的事情,就要被你们打击报复,偷袭杀害,那就杀了我吧,你们一家子杀人犯,和苗小时 有什么区别,小燕头发暴涨,拳头一直在发抖,但却不知道说什么好,她是个知书达理的人,干不来理亏的事,啪,啪,啪,乐乐鼓掌,笑着走到好律师前面,叔叔说得好有道理,是我爸爸妈妈冲动了,好律师依旧是一脸正气的模样,哼,我只负责陈述事实,罗翔来了都得这么讲,嗯嗯,乐乐一脸崇拜看着好律师,叔叔讲了这么久,肚子很饿了吧,好律师的肚子顿时咕咕叫起来,乐乐看着好律师的眼睛,用怪异的腔调说, 叔叔三天没吃饭了,都快饿死了呢,好律师立刻脸色发黄,两腿一软坐在地上,啊,是啊,饿死了,乐乐说,我有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,叔叔要不要,好律师疯狂点头,要,要,是什么东西啊,乐乐笑着说,这东西很珍贵呢,几百万都买不来一个,又滑又软,一口咬下去啊,鲜嫩多汁,口齿流香,嘴巴里的每一个味蕾都会像花一样绽放,整个人都会飘起来呢,好律师半张着嘴吃吃听着,口水滴滴答答流下来,一脸疯狂看着 乐乐,快,快给我啊,我要吃,乐乐一脸妩媚搂着好律师的脖子,手指在他嘴唇抚摸,慢慢伸了进去,我已经放在你嘴里了哦,好律师恍然大悟,张大嘴巴,慢慢伸出自己的舌头,眼睛下翻看着,样子十分诡异,乐乐向后退了两步,看着他,怎么样,是不是迫不及待想要吃下去了? 好律师连忙点头,嘴巴张得更大,但在咬下的瞬间,突然停住了,眼神惊恐,乐乐依然笑眯眯看着他,咬啊,咬下去咔嚓一声,好律师毫不犹豫咬了下去,先血溅了他自己一脸,那样子我看着都疼,血顺着嘴唇流下来,我头一次发现舌头破了竟然能出这么多血,对,使劲啊,要不然咬不断,乐乐还在一旁喊,好律师脸上肌肉扭曲,享受,恐惧,痛苦,三种表情轮番切换, 两手抓着舌尖使劲咬着,终于咬断了,舌头在他手上还在左右摆动,好律师一脸贪婪塞进嘴里嚼起来,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,啪啪啪,乐乐又开始鼓掌,好律师像是突然醒来,哀嚎着吐出嚼碎的舌头,后背一耸一耸开始吐了,一边吐一边乌叶地喊,乐乐在一旁拍着手笑,歪头看着他,这条舌头以前没少给你挣钱吧,都说巧舌如簧,你的舌头一定很Q弹吧,好律师捂着嘴疼得打滚,呜呜喊着 像是咒骂的声音,可什么都说不清了,乐乐笑着冲他一吐舌头,看你好像很有意见的样子,是不服气吗,那你可以说我哪里犯法了啊,你不说,我怎么知道自己哪里错了,毕竟我们一家人可都是法盲,好律师嚎叫着朝乐乐扑过来,但根本没用,很快就从他身上穿过去了,接连扑了两次,他终于绝望地倒在地上,乐乐一脸关心地看着他说放心吧,我刚刚给你叫了救护车,你会活下去的,只是没了舌头,不说话的时候,你整个人还是挺可爱的呢 好律师两眼血红,浮在地上乌液着,阴差走过去看着他继续安慰,不用担心,明年劳动节你会长出新的舌头,好律师难以置信,看着阴差,一脸惊喜,阴差继续说,因为那是你的死期,这些年你口舌做的念,足够拔舌地狱里待上八百年了,到时候无论你的舌头被拔下多少次,都会长出新的,好律师痛苦哀嚎着,阴差看都没看他,带着我们离开了,出门后赞许地拍了拍乐乐,然后一脸嫌弃看着我,看到没有,这才叫鬼迷, 这项目我给乐乐打一百分,我们来到了黄毛家里,那天行凶的四个畜生里,除了带头的红毛,就是黄毛和大强,小强,兄弟俩,好律师帮他们申请到了取保候审的机会,三个人在黄毛家喝酒,大强正聚精会神看着手机里的视频,这是小燕遇害时黄毛在一旁拍的,被抓后,他们都没讲视频的事,现在不仅毫无悔意,还在看着视频回味,听着视频里,小燕一声声惨叫,三人都兴奋起来,大强说,戴借啊,你说在网上能卖多少钱? 黄毛一把夺过手机,卧槽你傻逼吧,回头给警察发现就完了,自己平时看看就得了,大强一脸惋惜,行吧,趁十四岁生日前,赶紧再搞两回,三个畜生又黑黑看着,视频里的小燕本来已经绝望地闭着眼睛任凭他们凌辱,突然睁大眼睛看着镜头嘶吼,我死也不会放过你们,大强惊慌丢了手机,抬头一看黄毛,立刻呆住了,黑黑笑着,他们看到的人已不是黄毛,而是一个风骚无比的少妇, 长得和日本片里的燕心一样,因为我和小燕站在大强小强身后,捂着他们的眼睛,透过我们的手,两人的视线已被迷了,一拆连忙拉着乐乐出去了,毕竟接下来的事情哨而不疑,黄毛看着色迷迷的大强小强,心里发毛,卧槽别这么看着我,太他妈恶心了,嘿嘿嘿,大强一把抓住黄毛的臭脚填起来,黄毛吓得乱踹,可另一只脚又被小强抓住, 两人一笑着,开始扒黄毛裤子,黄毛抓起茶几上的酒瓶拍在大强脑袋上,酒瓶碎了,大强脑门上满是血,却更兴奋了,这个带劲,他一把扑过去,三两下就把黄毛扒个金光,手伸进黄毛两腿间一通揉,我草泥马,黄毛已经被吓傻了,你们他妈有病吧,大强小强脱下裤子,是啊,病得不轻,阿姨快来救救我们吧,这件事阿姨也不想被叔叔知道吧,黄毛本来很壮,但被大强小强的样子吓傻了,刚想反抗,脑� 还被大强小强两人一顿猛踹,立刻蒙了,瘫软着躺在地上,开始被大强小强按着发泄,哀好几声后,竟然呜呜呜哭了起来,最后哭丧着脸,生无可恋地任凭他们凌辱玩弄,一次次恶心下流的尝试后,他的眼神已经迷离,结束后,大强小强还不过瘾,抓起破碎的啤酒瓶,对着黄毛黏糊糊的屁股猛地捅了进去,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后,我和小燕松开了大强小强的眼睛,在他们面前现行, 黄毛认出了我和小燕,立刻哀嚎着骂,啊啊啊啊,你们他妈的不是人,我要干死你,我冷笑看着他,我们早就死了,现在是厉鬼,黄毛疼得直打滚,呜呜哭起来,你们他妈的变态,没有人性啊,哈哈哈哈,小燕笑了,我只是把你对我做的事情,在你身上又做了一遍,这就接受不了了,黄毛气得站起来,但脚下一软又跪下了,屁股的伤口开始喷血,还有别的东西,肠子哗啦一声流出来,屋内顿时一股臭味,黄毛低头只看了一眼, 立刻绝望地瘫软在地,一动不动,我凑到他耳边说,不用怕,你是未成年,不会判死刑的,只是后半生要带着尿袋和尸袋过日子了,好好回味吧,大强和小强不知道是被吓的,还是恶心的,吐个没完,然后跪在我和小燕面前求饶,对不起对不起,我们年幼无知,你饶了我们吧,我们,我们愿意拿后半辈子来赎罪,我冷笑看着他们俩,是吗,两个人光光磕头,我愿意赎罪,我愿意赎罪,小燕还想动手,我拦住了他,毕竟还是孩子,就给他们 一次赎罪的机会吧,红毛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,他一直跟着妈住,交去别墅内,红毛妈刘霞正在给儿子接风洗尘,他专门准备了一根寄红布的紫檀棍子,在红毛手心拍了三下,第一下去灾难,第二下去苦难,第三下忘记烦恼心放宽,然后在他身上撒了点水,搂着他在餐桌前端起酒杯,来来宝贝,过去的事可不准再提了,给未来干一杯,红毛端起杯子,喝了一口饮料,低着头,开始玩手机,刘霞刚要催他吃饭,门口突然有人敲 到门,去门口一看是大强小强,就有些不乐意,警告他们说,我们家小时都跟你们俩学野了,你们离他远一点,大强点点头,放心吧,阿姨,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来找他,说话间,小强已拿匕首抵在他脖子上,刘霞吓得大气不敢出,红毛还在屋里玩手机,根本都没发现门口不对劲,我们一家人缓缓出现在刘霞面前,他立刻吓坏了,你们怎么还在,小燕平静看着他,因为我们命大,没有被你雇来的老巫婆害了,刘霞嘴角微微抖动,突然抓着胸口的肥子, 翠翠佛像对着我们,朱邪退散,我和小燕无语地看了一眼,你这玩意确实挺贵,可对厉鬼没用,刘霞立刻扑通跪下,哭丧着脸看着我们,妹子啊,都是我的错,是我把儿子惯坏了,看在咱们都是当妈的分上,要杀要寡,你冲我来吧,小燕冷冷看着,我当时也是这么求你儿子的,可她是怎么做的呢,刘霞双手合十冲着我们求饶,妹子啊,听姐一句劝,厉鬼复仇可是要魂飞魄散的,你们一家人好好走吧,我让儿子认你们当干爹干妈,风光大葬, 天天烧香供养你们,我心里一阵冷笑,心想你现在就恨不得找法师咒死我们吧,小燕表情平静,冲刘霞叹气,哎,可怜天下父母心啊,你觉得你儿子还能教育好吗,刘霞一看有戏,连忙磕头,哪有天生的坏孩子啊,妹子,你放心,我一定好好教训她,小燕点点头,那好,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,大强把一根棍子给了刘霞,正是刚才给红毛接风洗尘用的紫檀棍,刘霞差点哭出来,可还是点了点头,抓起棍子进屋了, 红毛正低头玩游戏,突然看见他妈拎着棍子气势汹汹过来了,连忙问,妈这是要干啥,刘霞趴得把手机打碎了,不许好,红毛当时就火了,有病吧,你玩个游戏,至于吗? 刘霞举起棍子,使出打苍蝇的劲,一棍打在他屁股上,还嘴硬,都闹出人命了,还不当回事,然后抓着红毛让他跪在我们面前,对不起,你看我儿子他知道错了,饶过他吧,红毛却是一脸猛逼看着面前的空气,因为他根本看不到我们,也听不到我们说话,红毛瞪着他妈,卧槽,你中邪了吧? 刘霞更怕,抓着棍子对红毛后背接连打了几下,但依然和打苍蝇一样,然后可怜兮兮看着我们,他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,你们饶过他吧,我实在下不去手啊 小燕微笑看着刘霞,姐啊,孩子不打不成气,你要是没劲,我帮你,小燕搜地跳到刘霞背上,抓住他的两只手,对着红毛大腿上就是一棍,红毛没想到他妈打得这么用力,嗷一声跳起来冲他妈喊,干嘛,你想打死我啊? 小燕抓着刘霞的嘴巴说话,我今天就是要打死你个畜生,说着对着红毛一顿打,棍棍见血,红毛抱着头哀嚎不停,也抓起一根棍子和他妈打了起来 刘霞脸上满是不忍,可身体不受控制,一边打一边哭,哎呀,我的心肝肉肉啊,你可疼死我了,嘴上喊得多可怜,出手就有多凶残,红毛看他妈这是要大意灭亲,连忙反击,对他妈没一点怜惜,招招致命,你他妈的,中邪了,然后看到门口发呆的大强小强,连忙喊,你们俩 俩是死人啊,快帮忙啊,大强小强点了点头,从厨房里拿出擀面杖,平底锅丢了过来,刘霞抓起一根擀面杖,两手挥舞一起打,红毛捂着头,抓起平底锅反击,两人就像在倒年糕打鱼丸,拼命在对方身上敲,一阵糊殴之后都倒在地上,小燕轻飘飘从刘霞身上跳开,刘霞本来就胖,现在已浑身肿胀,疼得直哼哼,哭着对小燕说,我儿子惨成这样,你也干扰了我们吧,何必赶尽杀绝呢,我们就是死了你们也 活不过来啊,小燕微笑看着她,你现在这点苦,和我比还不到百分之一,小燕使个眼色,大强小强立刻把红毛抬到餐桌上,从始至终红毛都没看到我们一家厉鬼,一直闹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,还在对着大强小强骂骂咧咧咧,大强已经拿出一枚大铁钉放在红毛腿上,一锤把它钉在餐桌上,红毛发出杀猪一样的叫,我藏你妈的,你们两个王八蛋我要杀了你,紧接着又是一声更惨的嚎叫,因为小强把红毛的另一条腿也给钉上了,红毛妈 心疼的哇哇叫,可她现在站都站不起来,只能眼睁睁看着宝贝儿子受苦,我和小燕慢慢走到红毛面前现行,让她看到,红毛认出我们后,挣扎着求饶,啊啊啊啊,饶命啊,我凑到她耳边轻轻说,那天晚上我也是这么求你的,你是怎么做的,红毛脑门上全是汗,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我,可随后又开始笑,哈哈哈哈,当时我在干你老婆啊,想让我服侍吧,老子死也不会跟你求饶,大不了把我杀了,大家都是鬼,谁怕谁啊,反正我那天, 玩你老婆玩爽了,死了不亏,哈哈哈哈,我气死你,阴差走到我跟前提醒,刘霞生这个王八蛋的时候,专门找大师算的好时辰,掐着表剖妇产生下来的,杨寿九十,一辈子大富大贵,即使你是厉鬼,也断不了她的杨寿,红毛争鸣笑着,哈哈哈哈,傻逼听到没有,老子大富大贵,凭你也想杀我,我摇了摇头,从始至终,我都没想杀人,我已经死了,只是想讨回一个公道,一句道歉,然后平静看着红毛,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怕得很,所以才学习, 只要你真心实意给我道一句歉,我不会让你再疼了,红毛一愣,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,大强小强在旁边哭着劝他,师哥,是真的,他们就是要一句道歉,刘霞在旁边嘶喊着,儿子,赶紧道歉,争取他们原谅啊,红毛连忙用头撞着桌子,对不起,我错了,我做的事禽兽不如,我含着热泪,买一点点头,认错就好,你人不坏,只是被感官刺激蒙蔽了心智,你聪明,坚强,勇敢,只要用对地方,绝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, 以后的日子还很长,你会和一个爱你的人结婚,组建家庭,开创事业,成为万众敬仰的英雄,改变人类命运的伟人会很幸福,红毛一脸委屈外地哭了,鼻涕眼泪全流了出来,眼神里难得露出一丝纯真,叔叔对不起,我今天才感受到生活有多美好,我以前真是个禽兽,以后一定好好活着,大强小强连忙扶着红毛坐起来,又打电话叫救护车,屋顶突然开的一声挂在餐桌上空的水晶灯掉下来,把红毛的下半身和大强小强的双臂 砸了个稀巴烂,三个人一起哀嚎着,水晶灯上坐着乐乐,笑嘻嘻看着他们,从进屋起,他就一直在用阴风吹着水晶灯,他看着疼到脸部猙獰的红毛,注意审题,啊傻叉,我爸饶了你,可没说我会饶了你,我凑到红毛耳边轻声说,既然你已经道歉,我不会让你再疼了,说到做到说着,我抓着他的右手,捡起餐桌上的刀子,一点点绕到后背,咔,刀插进了脊椎骨缝里,撬动之后,红毛抓着自己的一节脊椎骨扯了出来 我笑着对他说,你看,不疼了吧,从此以后,你下半身就是给狗吃了,都不会感觉到疼 红毛已经崩溃,撕心裂肺哀嚎着,杀了我,杀了我,那可不行,小燕眉笑看着他,你可是大富大贵,活到九十岁,寿终正寝的人,安心享受接下来的人生吧 从今往后,你每天躺在床上,想到的都是自己当年犯下的罪,以及本来该有的幸福生活,小燕又看着早已崩溃的刘霞 而你,再也不用烦心儿子叛逆,不好管了,因为直到死,他都需要你来照顾,你儿子之所以成了现在这样,全都是因为你失败的教育 刘霞面如死灰,看着我们,就为了出一口气,把一家子拖进了地狱里,你亏不亏啊,我们起码享受过了,可你得到什么了,我们地狱见 哈哈哈哈,虽然大仇得报,但我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快意 因为我们一家人很快就要下地狱了,小燕正抱着乐乐有说有笑,尽情享受着最后的时光 我心里一阵阵难过,对不起,让你们受苦了,小燕摇摇头,只要一家人在一起,过什么日子都一样 历鬼复仇之后,必下地狱,所以我们不用再去城隍庙登记,阴差领着我们在地狱直通车的站牌下等着 浓雾中远远开来一辆火车,每一间车窗里都传来淒厉的哀嚎,一想到即将去地狱,我的心也害怕起来 小燕和乐乐也紧紧搂着我,火车越来越近,嗖的一声,从我们面前开走了 嗯,喂师傅,还有人没上车啊,可火车早没影了,霓差手机叮咚一声响,打开一看,笑了 系统显示你们一家已经得到人道资格,跟我去城隍庙走流程吧 小燕立刻开心地跳了起来,乐乐却一脸疑惑,下辈子他们还是我爸爸妈妈吗 霓差笑着说,当然不可能,你们这种一般都是三胞胎 到时候看谁先钻出来谁就是老大,我第一,我第一,小燕连忙喊 我看着阴差的表情,悄悄问她,其实你给立鬼卡的时候,就知道我们不会下地狱吧 阴差一本正经看着别处,但那表情已经算是默认了 我感觉这也太胡闹了吧,你们地府的规矩都是说着玩的吗 这话可不能乱讲啊,阴差转过头对我说,音律无情,当然也有漏洞可钻 她一脸严肃地悄悄说,地狱虽大,却容不下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咱们儿童虽 咱们儿童虽